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收除于垃圾处理费 但更惨的是 拍摄或传播大卫王影片 最高可罰十万人民币 台币约四十三万元 大卫王秘赤君 他的那个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尤其短视频吃播的制作 更是五花花们 去年六月央视还称赞 吃播影片是创意新经济 但才过两个月 习近平一声令下 禁止浪费食物 大卫王立刻成为官媒的剑靶 这种特殊的参与方式 造成了我们的这样一个浪费 要从几个方面要双管剔下 珍惜粮食确实是好习惯 但朝令夕改上行下效 或许才是另一种 挡不住的歪风 三内新闻的热议报道